《丝绸》的纹样风格就像是一面镜子,折射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迥异的审美趣味。 公元十世纪开始的宋代已没有了圣唐时期的辉煌, 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更是让整个国家静况日下, 弥漫于宋代的是一种孤灵、伤感和忧郁的情调。 不再是圣唐时代的奋发向上,而寄情于世外的自然风景、山水花鸟的隐异生活, 强调一种平淡的天然之美。 如果说唐代的丝绸纹样是以富丽、豪华、丰满为特点的话, 到了宋代则变得清淡、自然而又庄重。 唐代常用的珠红、鲜蓝、橘黄等鲜艳色彩已不再流行, 代之以茶色、褐色、棕色、藕色等为基调, 再配上白色、极为淡雅。 自然生动的花鸟纹渐渐成为当时的时尚。